好 委員會到底怎麼了 我們的高端到底怎麼了 為什麼他的股價不是跌停 就是漲停呢 好 當然分析師是說啦 這是特定的買盤坐駕啦 現在呢 某院士放空式的打擊 結果是這個樣子嗎 周玉寇說呢 我們的中研院院士陳培哲 他先前呢 是疫苗的審查委員 但是呢 整件事曝光之後 他才說 其實五月底 他已經請辭了 但周玉寇呢 就覺得 他是不是東窗事發 偷溜閃人呢 他說陳培哲呢 違反了疫苗審查專業倫理 征台大醫學院長不果 心深怨恨才出言攻擊 好 到底事情發展是如何呢 好 現在呢 陳培哲他也出來說話了 他覺得呢 總統蔡英文說 七月底要來打國產 實藥署擋得住總統府的壓力嗎 話說回來 科學就是這樣 有一分證據做到哪裡的實驗 說一分話 現在很擺明的就是高端的二期 還沒有解盲 即將要解盲 但是就是還沒嘛 但是在這之前 蔡總統已經掛包緊了 七月底大家打國產疫苗 請問這個信心是從何而來 高端一定會過嗎 他解盲一定會成功嗎 保護力有多少呢 現在根本還沒做到第三期 根本不知道保護力多少 所以呢 總院院士說 他是備受壓力啊 他說進口疫苗呢 一直被政治因素受阻撓 他在接受媒體批評 媒體的採訪的時候 他重批民進黨政府 不相信科學 所以呢 導致我們的 國產疫苗的研發 根本陷入窘境 同時他提到了一個重點喔 這真的是很多專家才知道 高端 聯雅 國光 這三家都是在臺灣 本土非常厲害的生技公司 但是呢 專家點名 他說呢 這三家公司 他們的專業項目 其實是蛋白質次單位疫苗 但是現在回過頭來看喔 這一回呢 國光跟高端 專長的是在滅活疫苗 他們現在在做的是蛋白質疫苗 但他們的專長呢 是滅活疫苗 所以呢 專家覺得 這根本是讓中餐廳的師傅 突然間改去做法國菜 所以呢 專家現在說話了 他也直接曝光 五月底我就已經辭了啦 所以呢 他才會公正的發言 他說呢 有很多網路上的言論 都是抹黑的公式 我不後悔 講了真話 疫苗卡關 到底是誰的問題呢 現在陳培哲告訴我們 中研院院士 他可是非常頂尖 臺灣的專家 審查最大的困難 這三個字啦 蔡英文 這是專家說的 這不是我們亂說的 來 聊天室 跟大家來做一個互動 準備好你的鍵盤 剛才我說了這麼多 也告訴你們前因後果了 疫苗卡關 到底是誰的問題呢 來 逆風者 好 現在呢 等於陳培哲 是不是逆風呢 是不是逆英文呢 現在加一說真話 加二是亂抹黑 好 聊天室 來跟大家做一個互動 好 當然呢 這一件事情曝光之後 是否也因此影響到了 高端今天的股價呢 我們先來看這則新聞報導 等一下來看一下 大家的回應 國產疫苗可信嗎 疫苗審查委員陳培哲閃電請辭 而且大爆料 民進黨政府不相信科學 國內高端 聯亞等用的 竟然是未通過國際標準的 蛋白質次單位疫苗 他斬釘截鐵說 按照國際標準 七月根本不可能通過審查 次單位的這個蛋白的疫苗 基本上在全世界 它成功的機率是很小 還沒有做成功的 唯一一個弄阿瓦克斯的 都還沒有通過 世界衛生組織的經濟採用 連美國最好的蛋白質次單位 疫苗都沒國際認可 更何況陳培哲在爆料 高端聯亞的專長是滅活疫苗 國產新冠疫苗 卻要用蛋白質次單位疫苗 形容這就叫做中餐師傅 敢做法國菜 陳培哲炮轟 審查委員會恐怕失去公正性 因為疫苗審查最大的困難 就是總統蔡英文 總統說七月要打 食藥署能擋住 總統壓力嗎 如果貿然的用一個 我們不熟悉的技術去做的話 基本上當然失敗率是高 必要七月通過的話 基本上委員很難做一個 公正的一個決定 防疫真的靠科學講話 不是靠政治講話 政治防疫一定失敗 總統府發聲明 對陳培哲辭去疫苗委員 不知情表達不解憾遺憾 但國產疫苗爭議連環燒 全民是相信專家還是蔡總統 答案很快會揭曉 記者牛承承進台北 創佈的 好感謝大家持續應援 我們斗內列車持續開起來 邀請大家記得幫我們按讚喔 每一個讚每一個留言 每個斗內對我們來說都很重要 好首先呢在聊天室裡頭 來看一下大家的回應喔 剛才呢到底是逆風還說真話 喔先念完斗內好了 謝謝我們的李友韻寶寶 給我們的斗內應援 還有我們的路過的李歐帕富 好可愛喔 李歐富 今天呢也是一個愛心的柴犬 太可愛了 好接下來呢 我們要持續來跟大家做互動 剛那個電視牆再來給我一下 我來看一下喔 剛才呢有很多人來做出回應了 到底你覺得呢 這個專家的點評 到底是說真話還是逆風呢 還是在抹黑呢 來剛才的那張電視牆 第一張我們來看一下 電視牆裡面 我來看一下在主評很多人回應 像是宗哥就覺得說逆風者 就是說我們的陳培哲院士 他說的是真話 好另外呢 我們的author H.L.楊 也是認為加一 今晚打老虎也是加一 Catherine L.V.也是加一 所以呢這個陳培哲 我在裡面看到 范梅花 歐陽 張淵 絕真婦 好大家都覺得逆風者說的是真話 而對於呢 名嘴的批評 他認為這就是抹黑攻擊 好接下來我們持續來看 現在呢專家有他的科學見解 表達對國產疫苗的憂心 好馬上呢就被這個青綠的媒體啦 開始啊追殺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喔 如果解盲之後會發生什麼事呢 高端解盲正在倒數 但是呢又有人來曝光了 會不會是越解越忙呢 很多專家說還沒解盲前 根本就是雙盲 你不知道結果會如何 我們先來看一下喔 現在呢高端接下來二期解盲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所謂一期二期三期到底在做什麼呢 二期解盲之後 我們會看到的答案是什麼 首先安全性會出現 中和抗體的濃度會出現 但是呢保護力到底是多少 告訴大家這要三期才會知道 很多時候大家不是在說嗎 國外很多報告輝瑞的保護力多少 AZ的保護力多少 都是在三期的時候做出來的 因為呢外界關注的這個保護力 你要大規模的來投放實驗 你才會有這個數據啊 就是大家打疫苗 然後看一下到底有多少人呢 保護力他們受到重症多少 輕症多少 你才會得到這個數據啊 如果說沒有這個數據的話 你根本不會知道保護力多少 現在呢高端根本還沒有進行到這個階段 所以二期解盲之後 不會有保護力 就算二期解盲了 持續大家還是會討論 好我們來看一下股價的部分 從呢這高端受到關注開始 從呢這個指揮中心 從蔡英文說啊 我們七月我們已經下單了 好高端呢我要買500萬劑 連亞我們也要買500萬劑 隔天開始 股價就讓大家覺得 哇塞什麼叫做雲霄飛車 5月17號當時呢 來到了高點 高端股價417元 這支股票呢在2018年 當時大約是三四十元 到了2021年的5月17號417元 之後呢5月30號宣布之後開始了 5月31號跌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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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念了幾次了六支跌停之後呢 突然間在昨天傳出了消息 就是我剛說的院士請辭 也有一方覺得說這是不是代表呢 在剛才我們所謂的審查委員會裡面的阻礙走了 逆風者走了 好現在不是來跟大家分析這支股票 我們則是來看一下所謂的一些影響 當然分析師有說啦 他覺得呢這根本就叫做特定的買盤座價 也提醒就是一般人 不要來輕易的嘗試這支股票 突然間在今天6月8號 來到了漲停228元 開盤時候其實是有大跌17元的 但是最後呢又垂直拉上來漲停是228元 所以這支從股價也讓大家一直在聯想 到底跟蔡總統 不要說什麼炒股論啦 陰謀論 難免啊這支股價不是大漲就是大跌 真的是覺得裡面是否有所謂的陰謀論呢 還有知情人士說 剛才我說的嘛 6月10號解盲 因為解盲也是二期解盲啊 還是難以平息爭議啊 甚至是越解越盲啊 然後呢 昨天美國有一個最新的消息 這支股票的漲跌 會不會是跟美國這個消息有關呢 美國呢 現在除了說他們的莫德納除了輝瑞 Johnson Johnson之外 還有一支新的疫苗正在研發當中 就是Novavax疫苗 最快呢 好也是呢 拜登消息也放很快 說在今年夏天喔 可能在8月的時候 就要開始打這支疫苗了 這支疫苗一樣是打兩劑 而且呢 它一樣是不需要就是特別的低溫保存 現在呢 已經上萬人正在進行人體實驗 昨天的媒體報導的消息就說 這支Novavax的疫苗 美國說今夏要施打的疫苗 跟高端 聯雅刺蛋白的技術是一樣的 所以會不會是因為這個影響呢 所以這個股價真的是讓大家 每一天看了都是心驚膽戰 不過也難免 其實呢 話說回來 不論如何 大家只想要打疫苗 國產的也好 我們都支持 只要有效 保護力高 大家相信 都是願意打的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 還沒解盲 就已經下單 這是什麼意思呢 所以是蔡英文確定 這支疫苗一定會通過三期嗎 現在還是打一個問號 中英院院士稱陪者就說了 他對國產疫苗表達優心 表達完之後 馬上就被插水表 陳培哲院士確實有提到 包含像是總統府 這個部分的關切 也對他們在審查委員會裡面 造成了一些壓力 以至於說他在五月的時候 選擇請辭 我們的國產疫苗審查委員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當然有一些 包含像是側翼 或者是一些名嘴 其實對於陳培哲院士 這樣的行為 有提出一些譴責 但是院士也特別提到說 他其實在五月底就已經離開 辭職離開這個審查委員會 所以到底說這個事件來講 是不是有構成相關的 不管是泄密等等 我想目前食藥署 如果真的陳培哲院士有相關的 不法事實的話 其實可以盡快來進行追查 但是我想民眾的眼光也是血亮的 聽到陳培哲院士所講的 也正是許多社會大眾對於國產疫苗的憂慮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我們的國產疫苗 已經在總統的期待之下 已經對外說明要七月能夠生產上市 那這樣子的一個時程 勢必對於審查委員來說 食藥署是不是會聽行政院院長 聽總統府的 我想這個都是大家沒辦法就是避免的事情 所以在這部分我覺得陳培哲院士 他所呼籲的也正是民眾 對於國產疫苗的期待 希望能夠回歸科學與專業 這些過程跟這些術語 其實都是非常科學的 科學家的一個說法 所以我們想是說到底合錯之友 而且他最後出來講是說 他因為覺得說沒有辦法這樣子 來承擔這個壓力 所以說他也就只能選擇 因為即使他一而再再而示警 但是沒有辦法被接受採納 他的專業意見的時候 他也只能選擇退出 但沒想到居然被人家 被媒體名嘴來踢爆 審查委員評審委員他的名單 專家學者名單 都是要被保護得非常好 因為這牽扯到很多的龐大的利益 如果說這個案子可以過 那審查委員他有這個權利 不能過也有審查委員 也有這個權利 那如果說事先名單被揭露了 你想廠商 你想特定的團體 有利害關係的團體 會不會去私下接觸 這個評審查委員 會不會拜託 會不會是動用任何關係 希望審查委員能夠稍微 審查的標準再寬一點點 也因此審查委員的名單 是完完全全不能被揭露 這是非常大的忌諱 疫苗在哪裡什麼時候開打呢 來告訴大家一個答案 但是呢 這會不會是真實的答案 沒人知道喔 只是呢 現在呢 反正上位者說話了 我們先來聽聽他們怎麼說 首先呢 端午節快到了 614 今年我看大家就不用過端午了 因為呢 不能群聚嘛 市場呢 很多地方也沒開門做生意 想吃霸掌呢 可能市場上包的人也少了 我們來看一下 蔡英文跟大家說 從一開始 最久之前就跟她說 病毒才是我們最大的敵人啊 人民都是善良團結的 然後呢 又告訴我們跟民間呢 現在在爭取疫苗 已經清查 沒有炒股的問題了 都是她在說 再來6月5號呢 蔡英文說 大家忍耐一時的不便 待在家減輕 醫療負擔 我想問一句 我們待在家 醫療負擔就會減輕了嗎 現在確診人數沒有上升嗎 我們的醫療 沒有接近崩潰嗎 護理師在現場 第一線在說 你們這些在位的高官 到底有沒有聽到呢 現在6月7號又告訴大家 愛家鄉就留在原地 愛家人也請不要移動 真的是滿頭問號 也難怪現在網路上 在PTT在鄉民 大家覺得說 你不要再來跟我說 這些有的沒的了 大內宣 我們已經聽夠了 現在就是給我們疫苗 有疫苗之後 我們就可以愛家鄉回家鄉 愛家人去看家人 你說我說的有沒有道理 現在呢 我們再持續來看 網友怎麼說呢 網友真的是 遠近是血量的 刷存在感的說法又來了 使這麼多人有什麼作為 不開放自行 禁疫苗都是廢話 大內宣講插話滾啦 好現在呢 行政院長蘇貞昌 又來一起來附和了 蘇貞昌告訴大家喔 差點丟下去 好我們現在疫苗已經有 211萬劑了 8月底前1000萬劑到位 做好大量施打的準備 但是奇怪了 大家覺得大量施打的準備 請問你現在是要誰準備呢 醫護人員大家現在呢 醫療接近崩潰 我們到時候要去哪裡打呢 有沒有超前部署呢 如果說真如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 看一下我資料 好莊仁翔說 規劃6到8月疫苗夠的話 我們要全面啟動接種作業 希望每週至少有100萬劑的接種 一個禮拜要打100萬劑 那當然就是100萬人來接種喔 全台灣哪些地方 我們要去哪裡打呢 如果說6到8月的話 我告訴你 現在已經6月了 有消息曝光出來嗎 怎麼打呢 去哪裡打 怎麼預約呢 滿頭問號 先不要說我們這種青壯年年輕人了 長輩打了沒 好來跟大家聊天室來做個互動 你們家的 我們先不要 我們直接來互動好了 告訴我 你的年齡 你打疫苗了沒 你的所在城市在哪裡 年齡打疫苗了沒 所在城市在哪裡 打了幫我加一 沒打幫我加二 所以現在大家在說啊 蘇貞昌跟我們說 國外我們買了2000萬劑啊 8月底前會有1000萬劑 追加預算2600萬 防治經費743億 紓困經費1866億 撒錢就能救台灣嗎 撒疫苗才能救台灣 現在呢 我們跟國外採購2000萬劑 告訴大家一個事實 很多國家下訂了 拿不到疫苗 因為全球都缺 所以你告訴我這2000萬劑 我們現在取得多少呢 解答囉 他說我們買2000萬劑 實際上只拿到211萬劑 所以說呢 誰在刷存在感 誰在大內宣 直接看得很清楚 現在呢 疫苗在哪裡 信心滿滿的 這都不方便說的 我們就空白或打叉叉 這些話 你還相信嗎 全國燃營人數 已經突破萬人了 蔡英文呢 又開始透過視訊 請公開喊話 叫大家不要移動 不要亂跑 網友現在炸鍋炮轟 蔡英文講的都是廢話 短暖時間 全臺確診數衝破一萬人 全民等不到疫苗 政府拿不出極其作為 等到的是總統這麼說 蔡英文 此話一出網路上 馬上炸鍋 網友紛紛炮轟 死這麼多人 你有什麼作為 忘了我們還有總統 你的功能就是當文青 高端的股票又跌了嗎 廢話連篇 出來只會叫百姓 不要動 蔡政府的防疫 民怨四起 但總統說的 瞎話可不止一次 無助於克服疫情 病毒才是我們的敵人 民眾大罵 總統說的根本是廢話 重點是政府 讓百姓拿什麼對抗病毒 百姓問總統疫苗在哪裡 你怎麼不說清楚 早就已經都擴散出去了 你疫苗 你現在過來 你疫苗也不夠 疫苗本來就是政府 政府要去跟人家接洽的 一年多 一年多為什麼沒辦法準備 各國的疫苗 你可以收集多少個 你就進來嘛 對不對 你應該要每個人都去打 全台疫情大失控 八百一十七萬人 選出來的總統 有效遏止疫情的做法 沒看見 只看見民怨越演越烈 記者張昭彭時光好 台北報導 好感謝大家這麼大方 把年齡都曝光出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 楊信中 台中市六三歲 沒打 然後路過的會營 二十五歲在台北 也是沒有打疫苗 另外小明的世界 加二在台北 也是沒打 我們的謝炳皇 五十六歲 加二也是沒有打 萬俊良 台北五十九歲 也沒打疫苗 更不用說路過的會營 二十五歲在台北 沒打疫苗 年輕人到底什麼時候打呢 其實大家都很想 郭永俊四十五歲在屏東 他也是沒打疫苗 到底誰打疫苗了呢 當然第一線醫護人員先打 昭彭42歲 新北加二 他也是還沒有打疫苗 看到這個數字 大家其實難免會擔憂 好先跟大家來腦補一下 我們為什麼要打疫苗 要怎麼打呢 要打到多少才有辦法 達到群體免疫呢 什麼叫做群體免疫呢 就是說在一個群體裡面 如果是台灣 就全台灣兩千三百萬人裡面 有夠多的人獲得 對這個疾病的免疫力 所以這個病毒就很難 就是人傳人了 因為可能傳到我身上 我有抗體 他對我來說就沒效 我就不會再傳染給下一個人了 簡單來說是這個道理 但是一開始 國際間認為說 大家只要達到60% 可能就可以群體免疫 沒想到後來呢 病毒就開始有所變化了 所以在變化之後 大家就說要達到70%才有辦法達到群體免疫 所以美國 日本 韓國現在呢 大家拼了命的在搶買疫苗 買不到的怎麼辦呢 告訴大家一個消息 日本 泰國 韓國都在自己研發國產疫苗 日本的國產疫苗多達有七款 好 現在呢 我們先問一句 到底什麼時候大家可以打疫苗 第一線人員什麼時候可以全部打得完 更不用說年輕人 青壯年什麼時候打疫苗呢 滿頭問號啊 指揮官陳時中說呢 有100萬劑會是國產疫苗 而這是呢 在接下來規劃的8月 將會有1000萬劑的疫苗到位 就是呢 蘇貞商告訴我們的 即將呢 大家準備好來打疫苗囉 好 這個陳時中說 其中有100萬劑會是國產疫苗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 8月的時候國產疫苗就已經安全 有保護力 大家可以打了嗎 如果說還沒的話 為什麼現在科學實驗數據都還沒出來 現在陳時中就跟我們說 國產疫苗可以打了呢 好 對於施打順序當中 所謂第七類 維持生存 這昨天也在討論了 原本呢 維持社會運作的必要人員 像是呢 軍方啊 警方這些人員 好 另外呢 大家也在討論 那某一些企業的大老闆啊 會也是在這一類的人員當中嗎 陳時中也打不上來 全國疫苗荒為了排打順序 在野黨槓上指揮官陳時中 國會交手劍拔弩張 其實關鍵就在於台灣疫苗到貨量 跟蔡政府夸口數字有天壤之別 2月小燕總統才發梗圖掛保證 外購疫苗已經達到2000萬劑 但實際到貨量低得讓人發慌 疫苗採購到貨 您持續的對外承諾 但又持續的跳票 好 大概我們大概有預估 大概是100多萬 1000萬裡面有100多萬是屬於國產 估計的 COVAX整體本來都 開始要從2月開始供貨 就是供了一部分 那現在來講可能要到7月多 COVAX才會進來 AZ的這部分 它整體會往後延一個月 因為泰國廠這邊有相關的一些 產生的問題 大概在這一劑會有幾十萬劑 然後以後120 100 100這樣逐月 疫情爆發以來 死亡人數已經突破200人 只有拿出疫苗才能安撫民心 輸困4.0以後追加預算支票 不斷開給了錢 全民只想問疫苗到底何時來 這有綜合報導 id bol os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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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